國內疫情持續嚴峻 很多人還是免不了必須出門上班 或是採買一些物資 那這個時候就一定會搭乘到的是大眾運輸工具 那麼我們要怎麼樣來預防呢 像是可以站在門口的地方這樣通風會比較好 這個是它的優點 但是另外一個反面的缺點呢 就是因為很多人會喜歡依靠在門邊 所以呢反而可能這邊會是人潮比較多的地方 那麼我們要避免就會往裡面站 往裡面站的話研究顯示 其實呢男性呢是比較喜歡站立的 這應該呢是跟社交禮儀是有關係的 但是這個時候如果呢他沒有洗手沾的脫衣 然後又站在這個立柱上面 下一個接觸的人碰到這個立柱 可能就會造成一些風險了 所以要如何來避免呢 美國的這位傳染病學者就提醒大家 可以在搭乘捷運的時候呢 記得一出來之後一定要清潔雙手 或者是說如果你看到這個車廂 人潮是非常擁擠的 那就避免搭乘 如果這兩個呢都做不到的時候怎麼辦呢 其實呢就是盡量避免說我們搭乘的過程中 會讓手觸碰到你的眼睛或是嘴巴 來減少接觸的機會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